嚴格來說 其實這些不是碳 鏟碳屎 磨蛙佬 是指定動作 看到人們在這樣做 現在也是這樣做 他問我 他裝了一套鞦壓避震之後 發覺操控還差了 今集我們跟大家說說積碳的問題 積碳幾十年來一直都困擾駕駛人士 無論是上一代的舊車 或者是新銀的車 都說會有積碳問題 究竟積碳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想一想 內燃機需要吸空氣進來 放些燃料進去 燃燒做事 如果整個流程中間有些碳在這裏積住 那當然會有影響 我們逐個地方說 譬如你的進氣瓦佬 尤其是進氣瓦佬的 背面和進氣旗管之間 如果是積了碳 入風 入得不順 影響壓力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積碳 發生在Warf Seat 即是說 瓦佬 關不下五樓的領導 你的引擎就會不夠壓力 排放出來的廢氣 就會有很多 未曾完全燃燒的氣體 第三個情況就是 被柴油車 最常發生 因為他們有一個 碳粒子的過濾器 如果你的碳太多 理論上它應該會燒走了 但是 如果你的行車的溫度又不夠 自動燒碳做得不好的話 就會塞在DPF那裏 於是 整個排氣排不順 壓力又會受到影響 還有一種 在燃燒室裏面的積碳 通常會在哪裏呢 就是在活塞的表面 又或者在活塞上到上死點 我們發覺在Sylinderhead 上高那裏 都有積碳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它佔了空間 令到整個壓縮比好像高了 你不要以為這個壓縮比高是一件好事 其實它會令到你的車很容易發生爆震 還有一個壞處就是 碳本身的全熱能力很差 我們知道燃燒完之後 有一部份的熱力 是需要透過 冷卻水 帶走的 途徑 其實是 熱能先經過活塞 活塞 再透過活塞環 然後 傳到氣缸壁 一直帶走它 但是那層炭本身是絕原體 於是那些熱 就沒有辦法很有效地帶走 形成 那個位置 我們叫做Hotspot 你見到燒得很紅 但它又沒有參與燃燒 結果 會有機會引起 爆震 很多人都說什麼叫爆震 握手球的人就很清楚 譬如你用一個相對高一點的球 不夠力的時候 你再給油 你聽到 又有 落落聲 那那些 就叫做knocking 就是爆震 如果你的車是正常的話 這些事情 就 應該沒那麼容易發生 當然如果你的駟技術有問題 你強行用了一個 不合當的高波 這些事都會發生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的 引擎裡面 有些 不沉常的 Hotspot 那些位置特別容易令燃料不受控制的燃燒 就會產生knocking 我們剛才說了這麼多問題 全部都是由積碳引起的 我們作為用車人 當然要了解一下 如何預防 如何處理 但是 積碳這個名字好像一個總稱 其實裡面 都有不同的成因 有不同的性質 如果我們不搞清楚 我們就沒有辦法作出適當的處理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原來積碳 也有好幾種 譬如最近流行的 Direct injection engine 很多人都說是積碳 積碳的原因是因為 油直接在氣缸裡面注入 不需要經過煙鐵瓦爐 但是我們在汽車的油底的 那些 那些機油 在工作的過程中 受熱會有霧化氣化情緒 會造成大氣污染 後來為了改善大氣污染 差不多在六七十年代開始 所有的引擎 在crank case 都有一條喉 就駁回進氣氣管 讓這些氣化了的機油 吸入引擎 燒 就減少空氣污染 這些油霧 就會黏在 背面 為什麼過去 這不是問題呢 因為我們的 Fuel injection 是在進氣氣管 噴出來的 氣油本身 就可以溶解了這些 積存的油霧 就不會出現 一個凝聚越來越多的現象 去到direct injection 噴油直接噴到氣缸 Intake manifold 就沒有汽油噴出來 就出現這個問題 Intake valve 背面 這些油垢 積聚越來越多 就令到你進氣也進不了 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他庫也無法 車也無力 有很多問題 這種積碳的預防 處理方法 嚴格來說 其實這些不是 碳 其實這些是 油霧 營結了之後 再受熱 乾固了 情況像什麼 你家廚房裏面 瓷磚 或者抽油煙機 積了結塔塔的東西 你如果找過內規的網絡 Intake valve 那些積碳 你都看到它是油嵌嵌 還有它的組織 是很疏鬆 好像海綿 那這種積碳 其實你要預防 第一件事 你需要用一些漂亮的解油 解油沒有那麼容易霧化 沒有那麼容易繞回 Inigma manifold 第二 你可以做的就是 其實這些 所謂的積碳 其實是炭圈化物 油 是可以用一些 溶解劑 溶解 當然 你很久不理它 它已經硬了 乾固了 現在市面上都有一些 合桃砂 的 用這些 物質 去做一些 打砂的動作 將它打走移除 這個維修成本 都不便宜 所以 如果大家是用Direct Injection 機 我可以建議大家 定期用那些 專門洗這個 Intake valve 使用Direct Injection 機器 清洗劑 其實是可以幫你 在那個 情況不嚴重的時候 去溶解了這些 油霧的聚跡 就可以解決這個 所謂Direct Injection 機器 積碳的問題 另外一種積碳 就是 傳統的積碳 就是我們駕車 駕了幾十年 的人的認知 因為我們知道燃料 本身就是 碳輕法物 如果燃燒不完全 那些碳走出來 就造成積碳 比如在 Cylinder 剛才所說 燃燒之後經過的位 如果你的油車 在EGR DPF 這些地方 都會有積碳 這種積碳 如果我們用一個簡單的解釋 就像什麼 就像你家的廚房 煲底的黑色的 碳 就是燃燒不完全引起 我們要預防和處理 由於它的成因不同 所以方法也是 不一樣 為什麼燃燒不完全 我們要想一下 稀油 或者茶油 燃燒的時候 其實要完全燒光 就有數 多少油 我就用多少空氣 加上裡面的氧氣 就剛剛好 可以氧化了 碳和氫 稀油的比例 這個理論值 就是14.7 就是說理論上 我用14.7的空氣 一份 汽油 就剛剛可以燒光 但是事實上 就不是 那麼理想的 這個世界 有兩種可能性 都令到你這個 完全燃燒是發生不了的 第一 就是你的混合 得不好 雖然空氣在 汽油在 但是你混合得不好 於是燃燒都被擴散了 原來有些地方有漏網之魚燒不了 那麼那些碳就會釋出來了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我明知道是14.7 但我也不可以用14.7 原因是 14.7 這個理論值 只是在 均勻的負荷 固定的速度裡面 才可以發揮到 最好的狀態 如果我們想的車 反應好一點 力量好一點 譬如說 抬速的時候 引擎的 氣流是很不順的 我硬要多給油 才可以維持到抬速 全速的時候 因為引擎的耐阻很大 所以我又要再納外給油 才令到車 更好力 令到車更好力 通常的比例是 12.6比1 我們就知道那個時候 車是最好力的 我剛才說過 14.7比1才可以燒得完 那些燃料 那你現在 空氣少了 就必然會有那些 燒不完 走出來的 燒不完的會變成 碳氫化合物 一氧化碳 甚至是碳粒 積聚了在你的引擎裏面 過去我們幾十年來 免隊積炭 主要就是這種積炭 甚至去到今天的汽車 工油先進了 染火先進了 但是 汽油的特性仍然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整天塞車 或者我們整天積斜腦 或者我們要整天積斜腦 你的引擎 一樣會有這種積炭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以前的做法真的很消極 積炭 很快的 一輛新車落地 一兩年 拆了Cylinder Head 你問車房的師傅就知道 鏟炭屎磨蛙佬 是指定動作來的 情況就像你家廚房的煲底一樣 黑了有什麼辦法 就散了 所以以前的做法 真的是拆了Cylinder Head 然後 鏟炭屎 活塞表面的炭屎 WARF和WARF Seed之間 你會看到有人在這樣做 現在也是這樣做的 所以磨了炭 令到WARF和WARF Seed 緊貼得好一點 以前古老的車 是Overhead WARF 即是還行Push Rock的時候 拆了Cylinder Head 就很簡單 真的半天就搞定了 但是現在的車那麼複雜 你要拆了Cylinder Head 清理 就真的 不簡單 免得失事 又浪費錢 有很多人研究了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用化學劑 有些就放在燃料那裏 一起燒 燒完之後 會燒乾淨 那些有沒有用呢 很多人試過都好像有用 但其實 那些主要是溶解了 Fill Injector 裏面 阻塞的東西 令到你噴出來的 噴霧好一點 燒得好一點 實際上一個短暫的燃燒 你想要把那些積聚了的炭去移走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另外一種 就是用一種 化學劑 浸滲的方法 即是 倒進燃燒室裏面 浸幾個小時 然後你找到內規鏡 裝進去 真是 白雪雪的 裡面很乾淨 炭是一種很穩定 墮性很高的物質 你要用它 就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你看到 倒融劑進去 浸幾個小時後 看到整個 引擎裡面的 其實它是處理了 金屬表面 不是用了炭走 所以這種做法 久而久之 對引擎 其實都會有些 令人擔心的 情況 最近十幾年 也有一種新的方法 叫做 氫氧除炭 原理 就是 電解了水 電解了水 出來之後 就形成了一種 很活潑的 氣體 即是 兩個氫原子 一個氧原子 就把這種氣體 放進 引擎 做助燃 由於我們的引擎裡面 燃料和空氣 已經有一定比例 你再加生力軍來助燃的話 燒了燃料之後 找一下還有什麼可以燒 於是就可以將 你積存在 一個引擎裡面的炭 拿出來 這個東西我聽過很久了 但試 我真的沒試過 前陣子有一間 專門做氫氧除炭的公司 Flexfield 贊助了我和Edmond 去體驗一下 這一種Service Flexfield的機器 在法國生產 技術 也都在歐洲 拿到認證 他們可以做 流動上本的 除炭服務 大家也可以 好像我和Edmond 自己開車 去他們的 WhatsApp 做氫氧除炭 我們試過 當時的做法就是 我們首先 拆了火災 用內規鏡 看看 引擎裡面的情況 是怎樣 然後 再 量度 引擎的廢氣 是怎樣 接著 我們就開始 做 除炭的工作 就 真的是這樣 有部機器 把蒸餾水 電解了 產生的氣體 在風鼓那裏 就 帶進引擎裡面 然後一個小時左右 結果用內規鏡 看看 真是看到我機器的活塞 炭是少了很多 都很明顯 而排放的廢氣 我的車真的比較舊 處理之前 廢氣的 HC值 去到52 然後處理完之後 是4 都降得很重要 10倍 然後 駕駛起來 我感覺是 靜了一點 我車本身不是一輛 Performance 取向 所以 你說是不是 很快呢 坦白說 我不喜歡 大白王 所以 說不到了 但明顯 就是靜了 順了 而Edmond 也做了同樣的處理 我聽他說 車的反應 都好了 Faxfield 也跟我們說 可以送出三個名額 給我們的 觀眾 去做 嘗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留言給我們 說一說 你那是甚麼車 以及 為甚麼你覺得你的車是需要做 除炭處理 現在你的車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會選 三位朋友 去做這個試驗 Dermosis 他問了兩個問題 所謂 PCV 就是 將油底裏 氣化了的機油 吸入引擎 燒了 是不會增加 機油的消耗量 因為那些機油 它永遠都氣化了 你不吸入那個引擎燃燃燃燒 走去大氣中間 影響了你的空氣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的 PCV其實是一個環保的設計 令到空氣乾淨一點 第二就是Arkisson Cycle 我們說過延遲 關閉 有部份扭出來 其實四氣缸的引擎 當其中一個是做壓縮行程的時候 肯定是會有另外一個 是做吸氣行程的 所以intake manifold 其實也是一個負壓 你在這邊擠出來 它就趕快走到另一邊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朋友叫程傑夫 其實裝了腳丫避震 轉彎性能差 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腳丫避震其實不是普通平民百姓去改裝用的 它是真的要有 目的 比如說你賽車去某一個場地裏 針對性地設定車 才是 一個適合的裝備 如果你 隨意地去搞升高降低 無論是Row Center又變了 你那個彈簧 K值其實沒有變的 但是 壓縮了它之後 改變了余額 P-Low 當你的車走那些凹凸路 那些凹凸路 比你的車的衝擊 低過P-Low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彈簧其實就像石頭一樣 所以你 為甚麼裝了 搞彈避震設定不好的人呢 駕車又不舒服啦 躺得好加關 轉彎 又是非常之不穩定的 都是那句 這個是一個很專業 針對性的setup 不是隨隨便便搞的 至於為甚麼ESU都會變壞呢 很可能就是 在改裝的過程裏 你是移動了 那個sensor 或者 整壞了sensor的 那條線 那你跟回這裏吧 來吧